一人走茶就聊,且心且珍惜,二现代社会,你不认识人,没有后台,就只有被欺负的份。 三别人落难,你拼了命的帮,自己落难,别人拼了命的笑,这就是人生。 四如果,你不能给女人一个美好的未来,那么,请不要把她哄上床。 五年轻时,我们常常冲着镜子做鬼脸,年老时,镜子算是蠢贫了,令我们终有一天会在不断的假装里,忘记自己,迷失自己,亲生活,就是问题叠着问题,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, 八世间会告诉你,再浓着感情也可以变淡,再信誓旦旦的话也可以不算,再爱得死去活来的人也可以再换。 九位爱守候的痴情男女,只出现在影视剧里,现实生活中,没有人会真的等你四五年。 感情这东西,不联系很快就没有了,识人就是一种败贱的物种,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以后,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。 十一很多时候,我们甚至想用全世界去换一张笑脸,可惜,那只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换不到。 十二这,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不是天涯海角,不是生死离别,而是我就在你身边,你却就连拉屎都他妈要抱着一个破手机。 十三人啊,停车独自的,穿上衣服是衣冠禽兽,脱了衣服禽兽不如,有的人喜欢装唇,有的人喜欢装逼,有的人喜欢装傻,可惜装来装去,就是没有人愿意装自己。 十四,谁能想到,在如今这样一个炮火连天的老司机时代里,原来我们活得竟是如此卑贱,一边瞧取豪躲着床上的翻滚,嘲笑着爱情的脸下,一边又是如此的可怜,只能靠一颗冷冰冰的胶片来威脸每一个心灵。 十五当你把冲向的梦想,变成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时,会发觉你离梦想其实很遥远,特别遥远。 十六学生时代结束后,我们为了梦想去拼搏,去努力,不知不觉中,我们在现实的寻览下变得冷漠,复杂,再也会不去学生时代,那种简简单单,纯洁无暇的日子。 十七说金钱是罪恶,所有人都在捞,说美女是货水,所有人都想要,说高处不胜寒,所有人都在爬,说烟酒伤身体,所有人都不借,说天堂最美好,所有人都不去。 十八目光在心里之外,两手在屁股后边,看得上的却够不着,弄得着的却看不上。 十九生命中总有一些话,眼里流泪,可你得笑着说,生命里也总有一些时刻,肝肠寸断,可你必须忍痛埋过。 二十很多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,感觉前途好像很光明,但就是找不到出路。 二十一,你没生在富贵家,所以找女朋友不要只看长相,因为你不是在找情人,而是在找老婆。 二十二,你若真爱一个女人,别尽玩虚的,第一个要给她的,一是票子,让她不必担心未来,二是房子,至少让她再拥有不了你的时候。 心事落了,身体还有着落。 二十三,老婆脾气不好,那不是她的错,是生活压力所致。 如果她出门有车,回家有福,会给你脸色看吗? 在这个物欲充斥的城市里,她愿意跟着你,这样一个无钱,无房,无车的三无人缘,你应该包容她,感激她,疼爱她,珍惜她。 二十四婚姻是什么? 婚姻就是圆角分,婚姻就是采米油盐酱醋茶,婚姻就是将美丽的爱情拔开,袖袖里面的疤痕和认身文。 二十五,人的肉体和精神是可以分开的,你在精神上再爱一个人,肉体也可能背叛她,因为肉体是无耻的,贪婪的。 在肉体的贪婪和无耻面前,精神会显得很渺小,很无能为力。 二十六,做人,就要对自己好点,收持点,要吃好,喝好,玩好。 因为一旦出了意外,别的女人男人就会花你省下的钱,住你积攒的房,睡你节上用的老公老婆,打你心疼的娃。 二十七,每天早上,一睁开眼,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脑海。 房租三千,吃穿用度两千五百,孩子上幼儿园一千五百,人情往来一千,交通费五百,电话费二五零,从我做醒的第一个呼吸起。 我每天要至少进账三百块,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。 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刻都不敢懈怠,根本来不及想未来十年,我哪有什么未来,我的未来就在眼前。 小黑,同步阅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